不是故意的 是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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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意的 故意的故意 大家好 我是皮特仁 歡迎來到這一次的 攝影日誌的第四集 今天的影片呢 我會帶大家去一個 這邊我覺得算是 蠻有意思的一個公園 還有另外一個 是最近才新開幕的一家咖啡廳 那它的建築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這個公園呢 叫做Duel Chilling Park 那它剛開始 只是一個藝術家二稿 在這邊放一個 Duel Chilling Park的一個牌子 後來這個牌子 就被政府給拆掉了 但是這個藝術家 覺得很杜蘭 他就上網去連署說 我要把這個地方的牌子弄回來 結果後來還真的給它成功了 所以這個地方呢 就真的叫做Duel Chilling Park 但是今天的重頭戲呢 是在那一家咖啡廳那邊 原本只是衝著咖啡廳去的 但是後來發現 Duel Chilling Park 就在旁邊而已 所以我就想說 不如我就慢慢走路 慢慢散步晃過去 然後看看路上 可不可以拍到一些不錯的照片 這一次有一個 比較特別的點是 我想要嘗試看看 在拍攝當下 在講的話 給收入進去 因為我覺得 如果大家能夠聽到 我在拍攝的當下 可能在想些什麼東西的話 應該會比較有趣 也會讓這種類型的影片 更生力行進一點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 或不喜歡的話 在留言區再跟我講一下 好不好 那我就不多廢話 直接切到我們的 第一人稱視角 結果後來回家發現 運動相機的收音品質 真的是不太理想 所以我後來決定 使用這種Voice Over的形式來講解 移動的過程中我發現 這間修車廠的顏色 我覺得蠻好看的 然後再加上 那天的天氣其實非常的好 所以天空也非常的藍 所以我就拍下了這張照片 溫哥華這邊其實很少看到摩托車 所以那個時候看到這台 尾獅牌的機車呢 我就覺得它的顏色 跟旁邊的樹搭起來其實蠻好看的 我覺得這台車的紅色跟後面的綠色 其實搭配起來還蠻有意思的 所以我拍下這張照片 這裡的油桶呢 就是這種統一的紅色 那我覺得它跟後面的綠色搭配起來呢 也是蠻特別的 經過一大堆無聊的住宅之後呢 我發現這台停在路邊的Volvo 那我一直覺得Volvo的車型其實蠻好看的 尤其是這種旅行車 接著我在這個街區走了一下 因為加拿大這裡的公園呢 其實都會有一個名牌 但是我不太確定它放在公園的哪一個角落 所以我決定在公園附近晃一下 那你發現Dew Chilling Park這邊 其實還蠻多社區型的活動 像是這邊就有每日的遊家 拍完的Dew Chilling Park 接著就要來前往今天的重頭席 那就是Nemesis Coffee 那在前往咖啡廳的過程呢 因為又要穿過很長一段的住宅群 其實我覺得加拿大這邊的住宅群 老實講不是說特別的好拍 但是路上還是會出現一些驚喜 像我就發現了這台老的寶石節 那我們終於回到比較大條的馬路上 我在這個停車場這裡發現了一些蠻有趣的光影還有構圖 所以我在這邊拍了一些照片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紅色的東西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重頭戲Nemesis Coffee 然後左邊呢是一家叫做Emily Carr的藝術大學 這兩個建築我覺得都還蠻好看的 待會應該都要去拍一下 但是在過去之前呢 我被前面這一棟Samsung的大樓給吸引到了 因為前面剛好有一條腳踏車到 然後這個玻璃帷幕呢 又非常的簡約也很正勤 所以我在這邊等了一下 等了一台腳踏車經過 然後想說在去咖啡廳之前呢 先在這個街區稍微繞一下 在前進的路上呢 我又多拍了一些這個大樓的不同角度的照片 還有路邊這一位穿著紅色衣服的小姐 我覺得他跟旁邊的綠色顯得非常的跳 所以我也拍了一張 這一張呢是我在等著過馬路的時候 發現對面有一個人 他正在紅綠燈下面 背景是三星的大樓這個畫面 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還有就是更多的建築照 在經過了三星的建築之後 我發現後面還有另外一棟建築 我覺得也蠻有意思的 是BCIT的建築 意外發現的東西都拍的差不多之後呢 我就慢慢的前往Emily Carr的大樓 我覺得這個大樓還蠻有意思的 是他的外型 其實很像一塊一塊方塊所組成的 然後他的側邊呢 是有點像倉庫加那種彩色的玻璃的組成 然後我在這邊也拍了不少的照片 那因為那一天天氣真的非常好 我其實看到蠻多 我覺得算是蠻有意思的影子的東西 所以我這邊拍了一張樹的影子 跟牆壁的一個構圖的照片 後來走了一陣子 想說進去休息一下會杯咖啡 結果被告知他們已經打烊了 這個時候才四點半 但我想說都來這裡了 那我不如就在外面拍一些照片 那麼接下來的照片就是一些我在外面拍到的東西 最後還有一些也是同一天拍到的 但是因為沒有用GoPro記錄到當下的影片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放在最後面 那一天其實算是意外找到其他蠻多蠻好拍的點 原本只是想說去看那個紅色的建築 再加上Due Chilling Park這個景點 但是後來發現 那個紅色的建築旁邊有一個Samsung的大樓 然後還有一個叫做Emily Card的一個設計的學院 那我覺得這兩個地方的建築其實也都蠻漂亮的 也拍到一些我覺得很讚的照片 那麼這支影片就先到這裡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記幫我按讚一下 然後如果你之後想要看類似內容的東西 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是Peter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